广东队瞄准了两大2.06的风险,要进一步的补强 而辽宁队的名帅带领着四人展开了斗殴,引发了争议 对比之下,如今辽宁队的第一万元福格也被北京首干队给瞄准 要把他给签约引渊下来 随着接下来,范子明、李木豪等人纷纷面临着被交易 看来新一届的首干队也好,辽宁队以及广东战队 大家都要做出更大的调整 我们重点跟大家讨论一下以下的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也就是针对广东队瞄准了新一位的内线球员的引进目标 他就是来自汪区一龙队的朱松伟 谈到这位球员身高达到2.06 作为一名顶尖的小前锋 他在过去的汪区一龙战队 个人的发挥水准也是相当不错的 直到如今来看,他能够在个人的优秀发挥之下 带领着整个汪区一龙拿到了25分左右的数据 看得出来他在小前封层面是具备更大的发展能力的 其实除了朱松伟这个关键的引员目标以外 广东队如今来看 被送到了美国展开疯狂特训的黄明一 也即将迎来重磅的回归 因为广东队在过去一直以来 为了培养关键的人才 不惜自己掏出腰包 也就是花钱去给到年轻一代的球员 让他们去到海外展开特训 从而得到更大的提升之后 回归到国内继续冲击比赛的胜利 这是大家一直以来被受关注的焦点 毕竟直到现在来看 学者黄明一被送到了美国特训 而且身高2米26的学星 同样也送到了美国NBA的发展联盟 张开了疯狂的特训之后 新的一个赛季当中 一旦包括了学星跟黄明一等优秀的球队回归 确实会帮助广东队的内线形成更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 在球队当中的朱松伟一旦被引进下来 那么他搭档上同样2米06的黄明一 两大风线将会帮助广东队 在前风线具备更大的补强 具备更大的冠军冲击能力 看来新的一个赛季当中 广东队人员的调整 确实非常的及时 非常的关键 毕竟包括了任俊飞这名主力 同时是大队长的身份 他直接选择了离开广东队之后 接下来黄明一也好 还有呢 要引进来的朱松伟 将要抗下重磅的责任了 第二个方面要跟大家谈到 让人争议的 那就是辽宁队的名帅 带领着球队当中的四名清训队员 展开了斗偶 确实呢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引发不少球迷的热议 在近段时间 辽宁的青年队伍当中 非常知名的李虎义 等四名清训队员 其中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就跟技术台的教练组 团队成员 展开了很大的矛盾 甚至还发生了杠架这种行为 确实呢 这一次的杠架 在整个野球场 都引发了不少的热议 那么辽宁队的清训队员 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行为呢 据了解到 这就跟辽宁队的带头教练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本次的比赛呢 教练组团队的成员 如果说在球场那中 判罚不公 确实会引发 教练组团队也好 还有球员也好 很多人的不公 毕竟 裁判的缺乏呢 基本上要决定了 整个比赛的走势 同时啊 如果裁判存在不公的判罚 也难免呢 会引发 包括了球员 跟教练组团队的不满了 这一次据了解到呢 辽宁队的这边青年战队 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次 杠架的行为 更多呢 是因为裁判的缺乏 存在不公 甚至呢 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 所以说呢 据了解到啊 本次的这个事情之后 更是呢 让不少人纷纷热议到 那么辽宁队呢 如果说青年队伍呢 发生这些杠架的行为之后 如果说青年的队伍 培养不起来 那么到底 未来谁去接班 包括了韩乐军 郭艾伦等人的位置呢 毕竟啊 老一代的球员 久不得老去之后 年轻的球员 必须得顶替上来 不养难以接班啊 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谈到 北京收干队呢 想要引进 来自辽宁队的 第一外援福克 并且呢 要开出重班的筹码 想要呢 去补强后卫线的位置 谈到如今的收干队 包括了范子明 李莫豪两大球员 更是面临着 被交易出去的 可能 因为呢 谈到现在的收干队啊 老一代的球员 占据的比重 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了李莫豪 宅小川 方硕 朱燕熙等球员 可以说呢 在年龄方面 不断的增长之后 现在呢 在体能各方面的状态 都受到影响 而且是被辽宁队 凭借大比分 2比0跟很少出去 全场比赛打下来呢 收干队老一代的队员 根本就不是辽宁队的对手 所以 在本次的季后赛争夺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 收干队老龄化的问题 存在的很大的这个弊端 所以 接下来包括了李莫豪 他则是面临着被交易出去 而且 球队当中的放子民 他的保护合同到期之后 要么收干队 以600万的合同 把他给续约拿下来 要么就要把他给交易出去了 看来 收干队即将面临着阵容的重组 而另一个点呢 在后卫线的人员当中 方硕他所能起到的作用 逐步的下滑之后 接下来 北京首干队呢 把目标瞄准到了 辽宁队最优秀的一个后卫外员 也就是福格的身上 福格这名球员呢 在辽宁队过去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说呢 直到现在来看 随着辽宁队后卫线的人员 大部分的时间都给到了 郭艾伦跟赵几伟 而福格起到的作用性 逐步的被莫兰德等人所占据更多的时间之后 福格基本上呢 获得的时间也很少了 与其如此呢 还不如加母到北京首干队队 或许会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 因此 接下来的北京首干啊 就渴望引进辽宁的第一万元福格 一旦拿到福格的话 新赛季的阵容将会实现更大的重组 福格跟吉布森 也将会成为首干队最强大的两名后卫 搭档上的郑房伯等人 还是值得一冲的 所以呢 综合了如今啊 包括了广东 辽宁跟首干等球队的调整 确实引发不少人的思考 如果球队遇到问题的话 必须得考虑重组 如果战队的教练组 团队也好 裁判组也好 引发不少争议的话 也可以提出相应的一些申诉了 针对接下来人员的调整 大家有什么想说 谈谈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